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也接触到一些高中的同学 那在跟这个高中同学接触的时候 其实因为是我们学校办的这个传播营 那传播营里面就当然会有很多对传媒工作是有兴趣的同学 那我就问说这些同学 这些高中同学说 你觉得做一个传媒人 他需要什么样的能力 需要什么样的知识 大部分同学他回答大概就是说 我需要什么样的技术啊 我应该要什么样的创意啊 那但是有一个同学的回答 让我觉得哇 非常非常的这个惊喜 他回答说要有人权 因为做一个传媒人 他必须要有一个人权意识 因为他所做的事情 跟绝大多数的人都会有一些关联性 而且影响到非常多人 我每次看到有类似的这个回答 我都其实都非常开心 大家常常会觉得说 台湾的传媒好像没什么希望 但是其实你会发现 还是有很多人 他充满了理想跟乐血 我们应该要让这个环境更好一点 让这些有理想跟乐血的年轻人 可以有好好的发挥的机会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看 这个礼拜有哪些重要的一个新闻了 第一则当然就是 我相信很多朋友会关注 当然最近也有一些争议的 就是有关于黎明幼儿园的消息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则报道 新闻派到飄机 站在总统府外面向总统认证 台中礼拜郁尤雁 红兴典林金连说 自己已经不知道 来到总统府第几次了 希望总统可以到台 整手协助保留尤雁兴 但是这个月才里好 他已经收到欢迎来喊 通知如果没25天来 抢处高地 欢迎会台湾共座一行抢处 他说这是他最后一次来 当我收到拆除的时候 就是我要谢谢大家的时候 我今天是最后一次来 我不会再来了 因为我对这个政府 已经失望了 林金连 去年11月 买卡大车 在这里弄正 台中市里 林家梁的座车空气 一栋风发出便宜通知 这次选择是最后一次来 是不是按时的猜出 更极劣的手段来明治 我才是真不错 但民间团体会去照项的行动 希望国家的党到三天 从2589万的担保金 暂时周董由林芳 让他贴赌 雷鸣由林芳 在2008年 红月在市地中卫区 整卫要做公逢公共设施 跟自替区顶顶顶 当中林金连 反对到台 不过去年到月 台中高定 欢迎警察信 判断这是市府市政立案 林政中卫会是合法的 安静哥在上属当中 不过林金连本人 也感谢到过后的求婚 让亲家提到一百首 记者令你们下期问台北部的 不管是公库 或者是在PN里面 公事里面对于 林明幼儿园的报道 其实也不少 那我们的节目 特别也去专访了 这个林明幼儿园的园长 以及这个曾经参与过 林明幼儿园保留运动的 这种君儒 那在里头其实我们花了 非常多的时间来跟大家 厘清有关于这个 置办重划 或者所谓的 市地重划的这些 等等的问题 我想很多人 大概会对于 所谓林金连 园长个人的一些 不管是抗争的 这种手法 或者是跟 可能他跟家人 这些关系 是充满非常非常多的疑虑 那甚至也不是很认同 他的抗争的这个手段 就像我在脸书上面 所说的出来混的 都是要还参与社会运动 参与抗争的人 也必须要受到检验 不管你的理念 你的行为 或是你的做法 其实都必须要受到很大的 这种所谓的 社会的共同的检视 可是我想要提醒大家 一件事情就是 当我们在检视这些人的同时 其实不要忘了 他背后更大的 这个制度的问题 就是我们即使 不管你是喜欢这个人 讨厌这个人 或者是你同情这个人 都可以 但是其实更重要的是 我们不应该因为这个人的喜怒哀乐 而影响你对这个制度的支持 或不支持 而必须回到 回到这个所谓的制度上面去看 我相信很多人可能包括对 士林王家的做法不太同意 或者是包括对于所谓的 礼品业务员的做法不太同意 可是对我而言 我从来不关心这些人 是所谓的可怜还是贪婪 我要关心的是这个制度 为什么会造成 这些人会产生这样一种行为 我要提醒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的社会运动 不应该只有局限在 这种感官社运 感官可能是很多人 参与社会运动的一个开始 但是除了感官之外 回到制度上面的讨论 回到文化上面讨论 回到法律上面讨论 它才是真正要去关切的 一个面向 好 除了这个 黎明幼儿园的问题之外 其实节目当中有提到 很多次有关于 这个客运业者要实修一的消息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则报道 应应今年春节九天廉假 劳动部上周公告 客运业有条件松绑七休一 年节假期 驾驶最长可连上九天班 但交通部长林嘉隆表态 反对疲劳驾驶 将公开十休一的客运名单 结果一度只剩国光客运 仍有意申请松绑 但国光上午也决定喊咖了 我自己也常做这个客运 然后它会晃神之类的 我都有感觉到这样 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公开 你们有没有要连上超过七天班 没有我们公司 现在就是超七休一 公路总局表示 一月二十三号公告松绑 到了一月二十九号 共有八家客运业者达成劳资协商 有意采取十休一班表 后来考量社会氛围 业者渐渐打消念头 因此全台四十九家客运 将一致维持七休一的班表 整个社会很期待的是一个安全 那第一个主要是 今年的除夕是落在假日的第三天 以后前面有两天 其实返乡的人潮 大概都可以先回到家里面去 所以那整个人潮已经被稀释了 被分散了 所以业者他们就自行在评估完之后 认为说 其实可以透过调整人力或班次 台湾汽车客运业产业工会则表示 近期才接获某知名客运的司机员投诉 公司强迫驾驶签下连上九天班的同意书 现在确定都维持七休一班表 乐观齐成 但假如下次没有交通部长的明确表态 担心这样的情况也只是昙花一现 记者黄金庄志诚台北报道 还好这个十休一 因为这个林佳龙部长 其实说要公布这些名单之后 这些业者都说 我不要我不要这个十休一了 那就暂时的停止 当然看到这个结果是一个好的这个消息 可是今年这个业者会因为觉得害羞 或者觉得这个可能会引起民怨而不去做十休一 明年呢 后年呢 我想更大一个问题是在于制度上面的一个解决 本来就不应该让这些公共服务业者或是一般的这种劳工过劳的情形 该依照劳基法执行就应该要做劳基法的执行 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劳基法不是在保障资方的权益也不是要开了很多的例外 让资方的权益可以得到这个保障 劳基法的一个根本目的就是在保障劳工 所以七休一 十休一这次没有执行非常好 可是我们希望他回到是在制度上面真正的去落实 不管你要周休一日或是一日一休 或者是周休恶利的这种实际的做法 让劳工能够有真正的休息 好 接下来我们要看到另外一则新闻是跟传统领域有关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则报道 去年落过 网民会说过 第一部原住民传统领域危险 我们到关于日地区三分之间的面积 都围着执行的传统领域 射计到公优地的大型开发的一个建议 都必须要经过执行的执行 保留会议当日 我们到关键会计日地区工作 向行政营提出受完先攻 网民会必须要贴销执行传统领域的公告 这个公告范围 我们认为它的正当法律程序是有瑕疵的 本府也曾经表达反对的意见 不过人民会没有报庆行政院来召开协商 就直接正义公告 那若管政府跟日地区工作人员 网民会会是传统领域 亲爱的典型主地团体的一款 也没有合递比例关键 行政营的受完管理数码基础 主乡会议过程 并没有邀请所有工商管理机关的回乡 保护过程会不会化学办法 电视线有瑕疵 不过贴销公告的结果 让邀族人是没法接受 邀族认为 贴销传统领域 不过贴销传统领域 把这组网含对立 在人民会基础 然后这些邀请相关的共産团委 在一起讨论 进行议议件 我们先丁属保证 就会在组几处公告 记者南道彩虹报道 公告曾经去报道过这一则新闻 其实我们当时 我如果没有记错 曾经听过南投县政府的官员 他其实不知道原来原基法里面 有相关传统领域的一个规定 但是我们看到了目前这个结果 其实也让人家非常的遗憾 传统领域的议题 我们在节目当中提过非常多次 它其实有几个非常重要的意义跟重点 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回到 原住民传统的这个生活方式是什么 第二个就是在这个所谓的领域当中 它有任何的开发案 对于部分至少要告知 或者是它在我先的条件之下 要经过一个共同讨论的过程 那免得造成这个台湾土地 这种不断的开发 同时让原住民应该有的这个历史跟文化 它也会逐渐的消失 但是很可惜的 我们看到这个案子里面 其实就是我们过去所担心的 就是当这个传统领域跟财团 或者所谓的开发利益 去做冲突的时候 如果你不严格 它就会出现类似的这种状况 那当然也许在程序上面 这个所谓的传统领域的这个界定 可能真的出了很多的问题 可是我想如果在一个月之后 再做相关的这个所谓的补件 或者解释之后 这个问题还是必须要非常严格的 去落实这个传统领域的精神 那在这种开发的过程当中 真的要好好的顾虑到 原来的生活方式 原来的文化 以及山土 山林的这些所谓的土地的 这些保持人的这个所谓的问题 好 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 我们下个礼拜 还是会有灿烂时光会客室 那在灿烂时光会客室呢 我们会跟管界新闻去结合在一起 有一些年度的这个回顾 要请大家能够按时的收看 拜拜 by bwd6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